天界座很粗渣男 天瓶跟水瓶也不少吧 我想 如果是水瓶座我就代替水瓶座道歉 對不起 那童虛 百害無一役吧 除了可以讓你省付Panda的錢之外 哈囉歡迎來到型男Q&A單元 我們今天來歡迎米露來解答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露DX 好啦我們今天第一題要問人說 明白對方對自己就是沒有意思 但是自己超級暈 我該如何下船呢 吃暈船藥啊不然 沒有啦這個時候 還是要設好停船點 我覺得有時候暈船是一種享受 但真的不行的時候 危害到你的身體健康財富安全 還是要及時的離場好不好 大家還是要有一點致志力的 曖昧期呢已經就是 情侶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 那還有機會在一起嗎 還是會輪為就是P友 這個其實很看個人造化 我個人的想法是 如果在還沒交往之前 你的確要留一點東西 給交往後 那這個東西除了性之外 還有一些別的 比方說是 去遠的地方旅遊 或者邀請對方來你的家裡 給他一頓你親手煮的晚餐 這也是除了性之外 你能為對方做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狀況真的是 你就什麼都給了 那不如我們就想想 你到底還有什麼技能 是可以貢獻給對方的吧 還可以讓他感覺到特別的吧 加油 好那下一個問題呢 是關於說 如何判斷對方是認真的想要發展 還是說對方只是玩玩想要當P友 我覺得最好觀察一個地方是 對方到底願不願意貢獻 犧牲他的時間來陪你 去一些你真的想去的地方 如果比方說這個對方真的是很忙碌 大老闆或什麼 那花錢對他來說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能用 他願意對我付出多少錢去判斷 如果對他來說很珍貴的資源是時間 或者他的才華等等的話 那你就用他最在乎的東西去判斷 他願不願意 是否願意對你付出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判斷標準 如何避免對方暈船 你要用什麼方法來拒絕才不會傷了對方的心 怎麼樣拒絕才不會傷了對方的心 你怎麼樣都會傷的啊 你只能學習著自己要對所有的異性有所節制 是時候的設定界限讓他們稍微退後一點 這才是會比較安全的事情 比方說你就是很愛在唱歌的時候坐在人家旁邊 然後跟人家有些肢體接觸 那你就知道這個行動會導致於這個結果 下次去唱歌的時候就離對方遠一點就好 還是要保持一些身體跟言語上面的距離 這邊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希望剛剛那個人不是水瓶座好不好 如果是水瓶座的話 趕快去看他的頻道 如果是水瓶座我就代替水瓶座道歉 下一個粉絲的問題是關於說 大家都說天蠍座很粗渣男是真的嗎 哇這很攻擊心 天蠍座很粗渣男 天蠍座跟水瓶也不少吧 沒有啦這個渣不渣這件事情 我一向都認為這是個人的修為 這跟星座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比方說很多金牛座也不一定會賺錢會存錢 對不對 這其實是看個人的修為 那具體來說水瓶座跟風瓶座就是會比較多情 一點點的 我的話說到這邊 大家自行感受 那下一個狀況是關於說 在一起就是一陣子之後 到底同居怎麼樣去抓那個時間點 同居喔 我是不建議 大家在真的要結婚之前去嘗試同居 如果你真的沒有跟他要往下一步的打算的話 那同居 百害無一義吧 除了可以讓你省付Panda的錢之外 因為同居你會看到對方很多的生活的樣子 那你也變得不太會去約會嘛 因為我就每天都看到你我還去約會幹嘛 所以真的沒有在做好萬全的準備跟把握之前 確定對方跟自己都足夠成熟之前 同居要三思 下一個最後的問題呢 是關於說 曖昧期間 這個對象呢 就是跟別人發生的關係 是否代表自己沒有機會了 就是還在曖昧的是 這個曖昧的對象跟別人發生的關係 是不是表示自己沒有機會了 這感覺很暈動 對啊 這個很暈耶 對啊不好說 我們用一個 勸人向善 給你希望的角度想 那搞不好就只是棄於人家的肉體 但如果你在心靈上佔有優勢的話 那你還是有機會的 只是 我希望這位朋友你真的想好 在交往之後你會不會在意這件事情 比較等真的在一起之後 某次吵架你就跟 對方說 我們曖昧的時候你也跟別人上床啊 那你現在有什麼資格跟我講這些 我覺得其實沒有 你們都已經講好在一起 以前的事就算了吧 好 我們今天回答了很多關於粉絲的Q&A 謝謝米露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啦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YouTube頻道呢 好 如果想看更多更精彩的戀愛Q&A 或是你真的很暈想尋求一些解決的方法的話 歡迎來到米露的頻道上面有更多的想法可以跟你分享 我們那邊見 掰掰 想看更多關於米露的消息歡迎訂閱加追蹤